各位 大家都是熟悉的淡仔 淡仔國際意義一七 香港上市編號 發出刑警 預計9月子上半年純利案年減少50-60% 即是只能賺3265萬-40810000 坦仔說 盈利減少 主要因為香港的業務 跟整個餐飲業共同 面對持續不斷的經濟挑戰 不想旅遊 日益便利 加上內地享有價格競爭力的優勢 吸引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 不想消費 同時香港處於經濟調整階段 消費氣氛受到壓力 餐飲業也陷入了結業潮 寫到說香港參與要倒閉 還有一個倒閉潮 至於香港以外的虧損亦是增加的 坦仔說 內地和新加坡市場的表現 持續面臨重大的考驗 當中內地面對激烈的競爭壓力 和北明朗的經濟狀況 這些都阻礙了當地的增長步伐 北明朗的經濟和香港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它是加多一句 就是激烈的競爭 意味著內地的情況 就是有一個內卷的情況 新加坡方面 淡仔說 發展同樣是受到經濟放緩 和商業以致勞動市場競爭加劇的影響 所以對於營運效率構成挑戰 意思就是欠缺人手 營運效率 不夠人做事 好了 這個就是淡仔的刑警 淡仔的刑警其實就不是跌很多 你看看 今天2217的股價 只是跌了3.8% 最低位是74指 之前收市報價是78指 成交都是略為增加到 我們現在暫時都是頭幾個小時 成交今天是180萬 跌幅其實是很輕微的 3.89% 當然啦 應該這樣說 大家都不會預計淡仔的 盈利有很突破的表現 現在市值也只有跌到大約10億左右 回到9月的時候 未夠市前的一個低位 為什麼不意外呢 因為8月的時候 淡仔已經發了季度業績 季度業績是減少了6.2% 小賺6.2% 如果你說上半年的跌幅 順利跌幅只是跌50-60% 其實就是拉雲計 跌幅是收窄了 6月底的時候 3個月業績 淡仔的盈利大約6.2% 當時聲稱因為執行擴張計劃 和特許經營措施 導致企業開支相應上升 當時都已經說了 香港核心市場是充滿挑戰的 出境旅客人數接連上升 消費氣氛疲弱 隨著市場競爭日益加熱 百熱化 折救力度普遍增強 期內提供了更多具有 超值優惠和特價套餐 加大力度在外送平台進行宣傳 成功保持收入表現 但順利就會受到影響 當時淡仔說 會持續推行各類的節約成本措施 包括與業主以至供應商 初商更優惠的商業條款 也會簡化工作流程和推行數碼化 提升人力效率和降低店舖營運成本 另外 集團4月今年已經推出了日式牛肉範圍 賣點的生牛 財政年度計劃 亦會提升一個特區經營品牌 遠歸製麵的新店舖 這就是他母企 遠歸方面的旗艦舖 這份3月季度業績 由控股股東 Torido發佈 所以比較詳細地交代 亦會開店舖的情況 Torido在日本上市 旗下有遠歸製麵 亦在香港收購了淡仔 兩帶三哥 和淡仔的品牌統一了 當時Torido說 香港以外的市場很壞參半 日本反而獲得不錯的進展 收益增長營運效率提升 相反 新加坡的收益表現停滯不前 激烈的競爭和經濟環境不明朗 亦導致內地的業績受壓 但他們都是籌備在澳洲 開始第一間特區經營店 希望今年年底可以開業 東南亞國家也穩住一些 潛在特區經營夥伴初商 Torido整個海外分佈 整體收入也升近五成 但因為日英貶值 整個利潤表現得不好 整體的順利跌了84% 整體的順利 但如果你說整個武器都急跌的話 香港部分其實就不算很差 不過呢 有一些意外 因為淡仔就不算很多人追蹤的股份 因為市值現在跌到非常小 手頭上找到的報告 勸商報告都是來自國泰軍安和大和 但其實兩間公司之前 都是比較看好 淡仔的盈利可以在環境裏 保持一個人性 但現在似乎出到來就不行 如果你看回上年度 淡仔的盈利是大約是雙位數字 表面就跌16% 但因為裡面有一些經營補貼 如果扣除的話 政府補貼的話 其實就跌34% 但現在的跌幅可以這麼說 更加大 但第二季度 跌幅可能略為收窄了些 不過情況都不好 你講到跌6%的順利 還有第一季有些擴張開支 但第二季已經沒有提及 在刑警上沒有提及 因為擴張 而是面臨不上的衝擊 上年日本方面表現確實是最華麗 銅店銷售增加到四成 日本那邊的收入也大動了三成半 這個你也可以解釋到的 因為它被托尼多收窄之後 管理可以更加符合日本本土的要求 所以在日本方面的營運 就會比較順利 拿著一個在日本叫中華拉麵 中華麵線的招牌 大家最近有看Netflix的大熱劇集 黑白大廚都知道 其實中華食品 就是中國食品 在整個亞洲地區都有一定的市場 現在這一اء就在日本中華麵線的招牌